各位媒體記者 直播的地方已經OK了嗎 好那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參與台灣基金自動航科舉辦的這個 捐贈百萬空拍機的記者會 那其實在日前台灣基金在台灣的各地 已經遵循著外交部的管道 捐出了一批的愛心物資 那其實烏克蘭的需求遠遠不止這些 在愛心 外交部列出的這些物資上面 那其實我們這次也是 注意到其實烏克蘭在國際上 他其實有釋出其他物資的需求 那也很感謝這次的 願意捐贈的這個廠商 自動航科 那麼提供了這樣子十台空拍機的捐贈的活動 那台灣基金作為就是 高度支持烏克蘭這樣子一個 那我們也是立志於和平還有對抗強權的這樣的政黨 我們認為有必要我們這樣子呼籲 我們的社會大眾 其實我們要看到更多烏克蘭這樣的需求 也把這個管道跟大家分享 希望烏克蘭給他未來 繼續在對抗 俄羅斯的這上面有更多的注意 好那我們的記者會就正式開始 我們首先先邀請到台灣基金的秘書長 簡單為我們做一個開場的發言 自動航科的 國防安全研究院的蘇院長 還有台灣基金 桃園區市議員參選人 藍士博 各位媒體朋友 以及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灣基金秘書長王新煥 今天 自動航科與台灣基金 將透過美國 波蘭的獨立管道 捐贈購10架 可以有地形探勘巡邏的作用 在戰時也能夠發揮 情報蒐集 偵查警戒 預警 等功能 可以使烏克蘭在抵抗 俄羅斯的侵略時候 能夠減低 軍民的傷亡 也能夠 在防禦上面比較主動 然而不幸的是 許多無人機是由中國所生產 而中國 在烏克蘭 的危機存亡之秋 竟然 配合侵略者 俄羅斯的帝國野心 將 無人機的部分功能關閉 使得烏克蘭 無法 徹底發揮 無人機的潛能 台灣 對烏克蘭的處境感同身受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野心 就如中國 對台灣的野心 我們 都 面對 強靈帝國的 武力威脅 基於對 家園以及民主價值的守護 台灣 與烏克蘭同一陣線 我們共同抵抗侵略 我們很振奮 人的台灣 壓迫民族自決 是大規模的反人道犯罪 台灣機警響應 自動航科的異舉 我們也呼籲各界 人道至上跨海相沿 人道至上跨海相沿 今日台灣挺烏克蘭 明日 世界會挺台灣 以上謝謝 謝謝秘書長 其實在烏克蘭的局勢上 我們看到了 空拍機的應用 其實在人道上 做了非常多的幫助 那麼接下來也請 我們自動航科的 為我們解釋 他們是怎麼牽涉這次 空拍機的捐贈 那其實也可以說明這樣子的 飛行器在烏克蘭 其實可以做到非常多的注意 那我們請Burt發言 各位媒體朋友們好 謝謝台灣基金 以及秘書長的支持 我是X-Dynamics台灣的Burt 那X-Dynamics台灣 自動航科是一間支持 和平 以及反戰的台灣無人級公司 我們看到烏克蘭目前陷入戰亂 許多人家破人亡 我們其實感到非常地溫馨 所以我們此次 決定捐贈 總共10台 總價值超過新台幣100萬 並且由台灣與美國合作研發的 空拍機 給到烏克蘭民眾 作為一個人道救援的使用 那空拍機 它有可方便攜帶的性質 它可以迅速的起飛 並且有效率的 運輸 在不同的救援場景 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那我們這次捐贈 10台空拍機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讓烏克蘭民眾 在需要人道救援 的一個情況時 能夠得到我們這台 空拍機的高畫質影像的支援 那目前我們已經聯繫到 位於波蘭華沙 這個志願者 後勤 的倉庫 那他們的負責人 名叫 Rictor Box 然後我們現在在美國 公司 也已經 如火如荼 在準備了這些 空拍機 並且準備 運送 到波蘭 然後我們 也在這邊 邀請各位美女朋友 後續可以來追蹤我們 整個從美國到波蘭的運送 那我也說明一下我們這個資料來源 大家可以看到這塊板子 其實在網路上 烏克蘭民眾就是號召 要捐贈 家中沒有在用的消費機 無人機 那作為他們社區的 安全 來使用 於是呢我們聯繫到了這個公開的窗口 並且得到了以下這個資訊 就是位於 波蘭華沙的一間倉庫 專門 來收受 來自各方的捐贈 然後並且會在一到兩天之內 來 進入到 烏克蘭 境內 那此次捐贈的這台空拍機 叫Evoque II 尺寸 相當於一個背包的大小 是非常容易攜帶的 那它一體式的這個 碳纖維外殼 以及航空級的鎂合金 造就了一個強韌的機身 那它可以飛行33分鐘 在空空 並且可以遠達11公里 的屠船距離 然後我們還有獨家設計的 靜音螺旋槳 我們認為這些設計特徵 是非常 符合 烏克蘭民眾 目前需要隱蔽性 以及機動性的一個場景 那甚至在必要的時候 它可以裝載一些小型的 非常輕量的 這種醫療用品 然後在空中可以 以最高時速96公里 來進行 點對點的 運送 那X-Dynamics 的理念 就是尊重客戶的隱私 所以我們的 空拍機式 語氣Server 是設於美國家族 那這次要捐贈的空拍機 是沒有任何的 電子為例 那也沒有 類似於 Aerospace 這一種 疑似 追蹤監視 無人機定位 的一個系 那也就是說 在烏克蘭的民眾說到我們的空拍機 他不會有任何 暴露他的定位 也不會有任何 被監控的可能性 這也是我們想要達到的高度 高度 自然 功能 那作為在台灣發展無人機的方式 我們在此 忽慮台灣政府 要支持無人機產業的在地發展 要有更多元 這個技術發展計畫 還要有一個更完整的 資金補助 還要有更開放的 飛行政策 那X-Dynamics在這邊 也 渴望 台灣許多 在高端影像經過 在這個AI 還有無線傳輸的人才 來共同加入 我們這個台灣與美國 搭建起來一個 技術合作的僑揚 讓無人機產業 在台灣 能夠壯大 成為未來台灣重要的 科技組 謝謝 感謝Burn 那現在我們邀請到 台灣基金桃園市 桃園區的 西元參選人 還是否 他會為我們說明 我們認為這次 由台灣設計 美國直送這個無人機 他 在政治上的一個 在安全上的意義 那我們請世伯發言 市長 然後 副部長 還有 在場的 各位美理性 大家早 大家好 我是台灣基金桃園區 市議員參選人 藍世伯 那 關於這一次我們 人道至上 跨海 湘圓章 無人機的 這個捐證活動 我覺得 有三個 期望跟意義 第一個是說 我希望藉此 讓烏克蘭的 民眾知道 台灣人 台灣民眾的心動 與他們同在 那第二是 我們希望 喚起目前台灣社會 對於 這個科技制品 存在的中國因素 所造成的一個 直接的影響 那第三是 我們希望大家意識到說 在目前的 國際局勢的 劇烈動漢下 那 戰爭其實 雖然在 跟烏克蘭發生 但是距離台灣 並不遙遠 必須理解到 未來國際局勢的變化 而 台灣激進的存在 其實是希望 能夠 成為 凝聚台灣 抵抗中國 的意識基礎 並且 未來任何 可能發生的情況 做出準備 那我們大家都知道 台灣跟烏克蘭 其實在國際的 地緣政治上 都在一個 緊張的區域 而不管是 俄羅斯 或是 中國 其實他對於 臨近區域的政治野心 都沒有改變 今天烏克蘭遭到侵略 台灣社會 更應該感動 身受 台灣人民 更應該要借進 烏克蘭社會 團結 一次抵抗 這樣的一個 氛圍 而我們每一個人 也可以理解到 我們都可以有 自己的 戰爭 戰鬥位置 所以 這一次台灣 連同 Dynamics Dynamics 一起 捐贈這樣的 空拍機 其實就是要展現 我們與 與烏克蘭人同在 自由世界的團結 從來就不是一個口號 而是一個可以被實踐的理想的理念 所以我們從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我們大概可以發現說 這個中國公司 大疆創新所生產的戰爭空拍機 一直傳出功能遭到限縮的新聞 那這也顯示說 科技產品一旦在生產上 遭到中國所經手 和平時期雖然沒有影響 是一個一般商品 但在特殊狀態下 可能就變成一個 無法被信任的 這個團結 所以我們從美洲貿易戰以來 可以看到 古基的基礎建設 以致 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 對於科技產品的生產 它一項一項的移出中國 特別是為了考慮到 資安跟國安 這兩個關鍵的因素 所以 台灣基金過去 也不停的呼籲跟關注 這個議題 這次 自動航空科所捐贈的空拍機 它的核心的硬體 來自於台灣 它的軟體來自於美國 那秉除了中國因素的影響 所以在人道救援上面 可以不受到限制 這也是 台灣基金認為 這次我們應該共同呼籲來響應的 最核心的理由 所以 所以我想提到的是 從美中貿易戰 到美中新冷戰 到今年的 烏克蘭戰 爆發 其實國際局勢已經大大不同 台灣社會 台灣人民 我們應該做好準備 我們需要理解到 台灣雖然是長期遭到中國侵略侵犯的受害者 但是 我們其實也可以為全球的 被侵略者 還是被迫害者 提高更多的協助 我們看到不管是 香港 屠國 或東屠的市場 還是現在的烏克蘭 我們應該團結 我們應該成為 捍衛人權的 國際共同體 我們也應該成為未來 堅守公益的兄弟之方 這是我們的期待 而我們相信 只要努力不放棄 正義就一定會成立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市伯 那再來 我們等一下會進行政治操演前 我們也很榮幸 有請到 國防戰略研究院的 蘇子齡所長 那為我們今天的 就證的 記者會做最後的說明跟他的發言 謝謝秘書長 還有就是在台 各位媒體先進的朋友 還有就是自動科技 還有就是 很榮幸 很榮幸今天可以 就是說 出席這樣的一個社會 我想很清楚就是 第一架無人機 是在大概105年前出現 1917年 英國 就是為了要 就是降低 他飛行員的傷亡 所以開發第一架無人機 他是用於戰爭 可是他還是想要 就是說 減輕傷亡 然後第一個 UGV 地面無人載具 在1940年代 德國開始啟用 他是用一個遙控的小戰車 去破壞標榜 你是作戰目的 但是他還是為了降低 那個就是人員傷亡 所以 這無人載具 在 就是 戰爭中 或是人類 科技發展中 一直有這種兩面性 不過我想就是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當我們看到烏克蘭 有那麼多的平民 就是說 說到炮火 波及 然後醫院開始缺少 一些必要的 一些要點 包括 在戰場中最容易 使用的這種 抗生術 等等 所以我想 無人機 還有無人載具 就是在 這些 挑戰中 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和平用途的一個 新的科技 台灣的民主是有溫度的 就是我們看到這些 民眾 他們的一些 就是 恐痛之所在 台灣的民間 積極的捐款 台灣的政府 對周邊的這些國家 收容烏克蘭難民的國家 進行一些原證 所以我們在看的戰爭 不是飛機坦克大炮 是看戰爭中的人性 我們在看的這個無人機 也不是他的 就是說在戰爭中用途 而是他可以 多多少跑 可以救多少 一些性命 就跟我們常講的 你全部念新聞學 第一個事情就是先當一個人 再當一個記者 同樣的我們也是 就是在海邊 不能救所有的海星 可是可以 救多少 救多少 我們就是一個很 渺小的一個人 可以 提供一些助力 只是這樣而已 我想就是說 這種 無人飛行器 或無人載具 也就是美國 那個無人系統協會 他一直在強調 鼓勵在救災中 可以使用 然後在大規模災害 發生的時候 就像 昨天半夜發生 日本地震 沿著軌道線 沿著他基礎設施 可以用無人 飛行器 去檢測 有沒有結構性的裂水 然後在地下管道 UGV 就是無人的那種 載具車輛 可以潛入管道裡面 檢查 管線或漏水 那當然在 災害最重要 最珍貴的是 人命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透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 捐助 對於說 在烏克蘭的 那些受苦的人 多多少少 減輕一些 苦痛 就是我們一個 想要盡的一個力量 我相信就是說 在未來的這個發展上 就是這些無人載具 不管是在和平的用途 或者是人道的那種協助 都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事實上還有很多 更大型的無人機 甚至可以把 商園 就是往後送 那這就近 最近的未來都可以看到了 那當然對於一個 就是台灣的基礎工業 已經算是工藝水準 很完整的一個 環境 就是結合這種和平使用的無人機 就是可以帶動 就是所有的材料科學 還有就是機電控制 微機電增置 就是無線RF射品 等等的部分 我想這些就是 我們在思考 就是整個 國際環境 還有就是 目前 我們可以做事情 以及未來 我們可以起努力的方向 以上給大家參考 謝謝 好 那我們 還是請來賓 我們簡單的唸一下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的 口號 然後我們也喊一下 史丹利劉菲林 那 來賓可以幫我們站起來嗎 可以的話 幫我們拿 我唸一句 然後來給我們 附送一次就好 人道至上 人道至上 跨海相援 跨海相援 人道至上 人道至上 跨海相援 跨海相援 Stand with Ukrai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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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感謝媒體記者朋友 也感謝來賓 有需要補畫面的嗎 或者其他的 需求 好呢 我們現在就是 等一下會進行 無人機的操作 那我們在室內的記者會 就進行到這個階段 那如果是會有 採訪需求的話 可以再聯繫我這邊 我們也會附上 電子的新聞稿 那剛剛 因為有些媒體比較晚進來 我們前面有撥一個 和四非的影片 然後也會同步 放到我們的媒體群組 OK 那 好 那我們 先感謝來賓 想一起看四非的 可以幫 好